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节课的东西太多了 不想再给大家说了 然后怕你混 然后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上节课我们还记得我们最后学了一个什么吗 我们先学的是不是艺术鉴上的审美心理 还记得是哪六个心理吗 大家会想一想 是不是有感知 注意 感知 联想 想象 情感 理解 对不对 是不是这六个 对吧 我们说了这六个有具体的对异六种思路 大家下来把它都捋顺 好不好 就是你听课 你能知道它有六种思路之后 你课下 你标一下嘛 你把它写出来 这样的话 你哪 因为好机心不如烂笔头 就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你哪怕你上课你知道了 但是你课下如果不及时看的话 你完了再翻回来去看的六种思路 你可能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哪六种了 明白吧 好 这个呢就是说 说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上课要有上课的效果 我们课上说的一些联系思维呀 一些启发点呀什么的 你都要记下来 最好能在你给我交的作业 或者是交的笔记当中体现出来 明白吧 就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作业总结 我们从作业总结要进行一个什么 要进行一个升华 对不对 就是你想啊 你审美鉴赏 你去欣赏一件作品 你都要去升华 那你写作业和听课 你怎么不升华呢 对不对 好吧 好 我们主要是说这儿 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学了艺术鉴赏的审美过程 对吧 艺术鉴赏中的审美直觉 然后是第一个过程 第二个是什么 审美体验 第三个是审美升华 对吧 我们具体来聚焦到这个升华上面 这个升华 我们上节课说了 它是什么 达到了一种什么 精神的自由境界 对不对 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们说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名词解释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共鸣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顿悟对吧 作为艺术鉴赏的最高境界 审美升华 是指艺术鉴赏主体在 你看在第一个和 就是说审美直觉和审美体验 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基础上 达到了一种什么 精神的自由境界 通过艺术鉴赏的审美 再创造活动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补充的东西 通过艺术鉴赏的审美 再创造活动 在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中 直观自身 实现什么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就是说我们一直 我们在上节课 或者说我们在进入到 鉴赏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跟大家说什么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艺术鉴赏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能动的积极的审美再创造活动 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补充的点 审美升华是鉴赏出体 收美通过审美的再创造活动 就是你想啊 再审美直觉 我还记得它的特点吗 是刹那间一刹那是不是 一刹那被它所吸引了 审美体验是什么 是你静下心来 还是跟这个形象啊 这个作品啊进行沟通了 对不对 只要到审美升华的时候 你产生了共鸣 产生了顿雾 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对这个作品浓厚的理解 产生了对这个作品 根据你自身的一些个人经验啊 或者是一些个人想法啊 个人履历啊 个人的一些鉴赏能力水平啊 所引起的等等的一系列想法 对不对 那只有在哪个层面上 你实现了对艺术作品的再创造 是不是我们的升华阶段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说 艺术鉴赏是一种什么 能动的积极的审美再创造活动 那具体的这个积极的能动的审美 再创造活动它离不开什么 它离不开审美直觉和审美体验的基础 然后在审美升华中进行 明白不? 这就是我们要补充的东西 因为你在升华的过程中 你精神层面高度自由 然后与它顾名和顿悟了呗 然后从而这件作品 它不再是什么 从而这件艺术作品 它不再单单的是艺术家的天台创造物 还有了你对它的理解 你看到它就会让你感觉到开心 你看到它就会让你感觉到难过等等 有了你对它的什么再创造 明白了吧 艺术家对于它的创造是什么呢? 给了艺术作品不朽的生命力 给了它能让它出世在大众面前 展现它的艺术美 而你作为一个鉴赏者 你的创造为什么被称作再创造呢? 因为你不是艺术家的第一创造 你在第二个阶段 所以说你是再创造 而你的创造创造了什么呢? 就是你的一些个人经验 个人体会赋予这个艺术作品的东西 明白了吧? 是这样的 好 审美升华是建厂主体 通过审美再创造活动 艺术建厂的审美升华 看实际上就是建厂主体 通过审美再创造活动 在建想对上 看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中 什么? 直观自身 为什么直观自身呢? 就是看到它想到了自己 与自己联系在了一起 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把你的一些力量 把你的一些情感 付诸到了这件作品上 对象化 从而引起什么? 审美愉悦 产生美感 美感 你看美感是不是又来了? 美感 它存在于我们的方方面面 美感真的能和很多很多东西连起来 它说简单一点就是感官的快适 与理性的满足 它说复杂一点就是 美感是由艺术家自自不倦创造出来的 美感是由每一件艺术作品所必须拥有的 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优点 比如一些格调啊 一些意韵啊 它产生了意韵 它是艺术美的一些来源 凭借啊什么 这些都可以说 然后在艺术建厂中 艺术建厂过程本身就是对于美感的一个 发现的过程 对于美感的一个感受过程 说对于美感的体会过程都可以这么说 然后你还可以说 审美升华中 美感发挥了很多的价值 那在升华这个阶段 你它产生了共鸣 那可不就是产生了美感吗?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艺术作品始终 看到艺术生产大家还记得吗? 一想到艺术生产 就要想到谁想到马克思 对不对? 艺术生产它始终是一种什么生产? 它始终是一种精神生产 它满足的是人们的什么需要? 它满足的是我们的精神需要 明白吧? 所以说它这个再创造活动 它创造的也是什么? 精神层面上的 懂不懂? 对于我们艺术创作来讲 你看一方面社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 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又体现出了什么? 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 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 那对于鉴赏来说呢? 对于鉴赏来说 一方面艺术作品作为审美课题 就是你去欣赏它 它凝聚着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 另一方面 鉴赏主体又通过审美再创造活动 就我们说审美再创造 你看达到了什么? 顿悟和共鸣 这个字错了 是共鸣 从而产生 从而产生精神上极大的什么? 审美愉悦 明白了吧? 而且你发现没有 你有没有从这段话给你一些什么启示 或者说给你一些什么写论述的启示 从 我提醒一下大家 从这儿吧 从这儿开始 就是 题目如果问你 请简述艺术作品的时候 你应该特别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道题特别好写 请简述艺术作品的时候 它本身是我们的第2章的东西 它本身是我们第11章的东西 对不对? 它可以用第11章的 比如说艺术作品的层次啊 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的 以及艺术作品的什么? 内容和形式 对不对? 这是我们补充的 以及什么艺术作品的相关属性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就不说了 就是你不仅可以用第11章的东西来写艺术作品 你是不是还可以用第10章和第12章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艺术作品的诞生是不是离不开艺术创作? 然后艺术作品它诞生一定会进入到什么阶段? 一定会进入到鉴赏这个阶段 明白吗? 艺术系统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它分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鉴赏 我一直跟大家说就是说话的时候 或者说写论述的时候 不要说的或者写的特别绝对 但是我们有一句绝对的话 就是说如果不存在艺术鉴赏 那艺术作品的意义将毫无意义 就是说一定这个作品创造出来 是要进入到鉴赏层面的 如果这件作品创作出来不进入到鉴赏层面 那和大家还记得克罗奇的观点吗? 克罗奇认为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物 他不需要进入到艺术传达这个阶段 他只需要在艺术家头脑当中构思好 就算艺术作品完成了 那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所以说艺术作品或者说艺术创作 它一定离不开什么呢? 艺术传达一定离不开艺术鉴赏 所以如果一到论述题 他问你艺术作品 那你应该换天喜地 因为它特别好写 他除了能不能的写我们第十一章的东西外 他还能写什么? 我们第十章的东西 对不对? 艺术家啊 艺术创作过程啊 艺术家的创作心理啊 风格啊 流派啊等等的都能写 对不对? 他还能写我们第十二章 因为到达了鉴赏层面 对不对? 鉴赏的审美心理啊 鉴赏的一些审美过程啊等等 都可以写对不对? 所以说思路一定要打开 你要发现切入点 并且把它们联系起来 同时啊 这个切入点 我们并不是瞎说的 明白吗? 不是说我在这儿糊糟半天 我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一定是有理有据 从书上来的 对不对? 你看 书上他自己都说 从艺术创作来讲 怎么怎么样 对于艺术来讲 对于艺术鉴赏来讲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就是书上他都会本能的把一件艺术作品 从两个方面 一 艺术创作 二 艺术鉴赏 这两个角度来说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像之前回答问题一样 人家问你艺术作品 你就会只会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层次 和艺术作品 有的同学可能还再加一个内容和形式吧 对不对? 那你写 大家在毕业的时候一定写过论文 对吧? 一个论文 什么是好的论文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在一个三D立体的环境里头的 它是从哪来的? 它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最后指向哪去? 以及这些东西之间相互有些什么什么的作用 它文章要有轻重变化 明白吧? 你不能把你背下的东西 你啪啦啦 三页四页都写上去 你就像写五页六页那也是你背的东西 那只是你背了的彭吉祥和王宏健的东西 那其实不算是你自己真正的东西 所以说写文章要大胆一点 明白不? 当然用词一定要严谨一点 好吧 好 总之 艺术鉴赏活动是一个 你看 艺术鉴赏活动也是一个什么完整的审美过程 是一个有 也是一个什么动态的审美过程 这种动态性 使它一定沉入上分为审美直觉 审美体验 就是为什么说动态的 就是它会变 它轻重缓慢不一样 就是第一下是你刹那道 既然看到了 第二下是你静下心来体验它 第三下是进行了升华 是这么个动态意思 明白不? 好 审美直觉 审美体验 审美升华 三个阶段 你看呢 我们继续把这一段读完 然后说一个点 这种完整性则使得这样的区分只有相对意义 上述各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一次递进的 实际上它们总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从而使整个艺术鉴赏活动成为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动态的审美过程 这段话有没有很熟悉 这段话如果我现在让你把这段话背下来 然后用在一个别的上面 你能想到什么? 你能想到什么? 你想一想 动脑子稍微想一想 你能不能想到艺术创作过程? 艺术创作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创作过程 你想你的艺术体验和艺术构思真的能分的那么轻吗? 意思说你去体验的时候你就完全不构思吗? 还是说你觉得你到了某个体验程度 或者说你构思完了之后传达的阶段 意思你的构思就少了吗? 其实根本也是分不得那么轻的 明白不? 所以说它和审美过程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似性? 创作过程和审美过程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似性? 都有三个 创作过程有三个 艺术体验 艺术构思 艺术传达 对不对? 审美过程有三个 审美直觉 审美体验 审美深化 对不对? 那这段话你可不可以用来写到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去? 当然可以了 你 题目问你 请简述艺术创作过程 你最后一段写一个这 艺术创作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创作过程 它具有一定的完整性 而这种完整性使得这样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上述 艺术体验 艺术构思 艺术传达 各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一次递进的 事实上它们总是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的 从而使整个艺术创作过程 变成为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动态的创作过程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一下不就升华了吗? 一下就能知道你的思路既能分又能合 明白了不? 论文论文怎么就写好了呢? 一定不是你把你背下的那些 先是艺术体验 再是艺术构思 最后艺术穿达 我背什么写什么 一定不是这样的 无非你再多一个什么手中之主 胸中之主 不是这样的 明白吧? 你一定要能从一个点看到别的点 并且不同的点 你要学会点与点之间的联系 以小见大 而且我既然这个创作过程 我能把它分成三段 我最后也要看到它的整合性 明白不? 好 这就是补充的东西 因为补充的东西有很多能力 用到我们的论文写作当中去 所以我上节课就没给大家说 因为快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注意力不太集中了 所以这节课的开头讲 这个比较重要 你下来的时候 自己想想 因为十、十一、十二 怎么说呢? 特别好用 就是你直观艺术学该论这本书 它在说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在说艺术 那艺术这个东西 它一定指向了人物 那人物是谁呢? 艺术家和鉴赏者 对不对? 那这些人物它围绕什么来进行呢? 它不是围绕艺术作品来进行吗? 对不对? 所以十、十一、十二章 它这个点 点与点之间一定是逻辑贯通的 你下来之后好好背 咱们还是一点背 就是我说了再多的思路 你说你 一下你都背不起来 我现在问你一个艺术创作过程 艺术体验 你现在都给我分不开 分了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 然后间接体验是在说什么 直接体验是说什么 那我搁这跟你说一些连气观点 不就是对牛弹琴吗?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我也问了一些同学 他的背诵速度很好 现在有的同学已经背诵到第六章 还是第五章左右了 还不错 但是呢 希望 扎紧时间吧 因为我们的课 马上就要结束了基础课 基础课的最后三节 我会带大家把 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整体串一遍 我如果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扎实的这个背诵量啊 串的时候你可能原理物理的 你总会明白我串的那些的知识点 但是你能 我们能 八月份明白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拖到十月份去明白 你终究是要去上考场的 明白吧? 你终究是要去弄懂这些东西的 我们早一点 为什么不好呢? 对不对? 好 说了哈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 之前呢 我把这个艺术作品的层次 没有讲 我说放到键上的话 你再讲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艺术作品的层次 它在我们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这一章节 艺术作品的层次呢 分三层 分别是什么? 艺术语言 艺术形象 和艺术异语 你有没有现在学了全部的这些了 你就能感觉到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一个鉴赏过程 明白吗? 这个 讲这个 要与我们的什么联系起来 要与我们的审美 要与我们的审美过程结合起来 你审美直觉 你刹那间看到了它的什么 你是不是看到了它的 是它的外部语言 比如说你看一件书法作品 那刹那间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它的 看到了它的众末 看到了它的枯末 看到了它的非白 看到了它的淡末 对不对? 然后 下一步 在体验当中 你体会到了它的塑造的这些 一个个的这些汉子的美 对不对? 你体会到了这些素子 你看雕塑 你一刹那感觉到的 是不是 审美直觉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到它是青铜 还是说 是泡沫的 还是说是 主板片的 这是不是你审美 直觉的时候 刹那间看到的 对不对? 然后你在体验的时候 哦 看到了它是一个 尼弗斯托尔斯泰的像 或者说 看到了它是一个 罗丹的像 或者说看到了它一个 思想者 或者是看到什么 看到了它构成的艺术形象 对不对? 然后再进一步 通过 也是在审美体验当中 你去分析 你去理解 最后我们升华 理解了它的意韵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为什么把层次放到 第12章去讲 它其实是与审美过程分不开的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给你一个思路 如果出现一道论述 提问你 请减述艺术作品的层次 你能把艺术作品的层次 跟什么联系在一起? 跟审美过程? 那你一旦跟审美过程联系在一起 什么一定能放进去? 审美心理啊 我语言是怎么感觉到的? 那肯定是我注意到的呗 对不对? 那我光注意可以了吗? 我光注意我怎么去看它的形象呢? 它的形象凭什么打动我呢? 通过什么呢? 通过感知啊 感知理解啊 不是通过感知想象联想情感啊 对不对? 然后感知联想想情感了它的艺术形象 最后这些艺术形象 它指向了一定的艺术意愿 是我怎么到的? 是我理解到的 对不对? 所以说实习十二章 特别好联系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讲这个第一节的话 我们还是从五个部分讲 先是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艺术作品 我们之前说艺术作品的时候 是不是把它分了什么? 你来复习分了什么? 分了什么? 想一下 网版把它分了哪两个部分? 想 动脑的你想 分了内容和形式 对不对? 内容分了什么? 内容分了题材和主题 对不对?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中心思想 对不对? 题材 题材需要什么做基础? 题材需要素材做基础 对不对? 素材是所有的社会生活中的东西吗? 并不是 素材是什么? 能激发起艺术家创作欲望的生活中的这些东西 才叫素材 对不对? 好,然后 这是内容部分 形式部分分了什么? 形式部分分了结构和艺术语言 结构主内 艺术语言主外 对不对? 结构是比如说你的一个美术作品就是什么呢? 构图 对不对? 这儿画山那儿画水那儿画人那儿画山的 对不对? 然后是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它有两个功能 对不对? 艺术功能它本身就具有什么? 它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 对不对? 谁现在忘了 谁现在还没背 下来哈,赶紧背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盆版是怎么说艺术作品呢? 看还是这么说的 我之前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一句话吗? 是什么? 是什么? 通过怎么样怎么样? 敢于大胆下定义 明白了吧? 你这儿完全我可以给你换一种 艺术作品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艺术作品的概念 你也背过内容和形式 所以说我现在能给你变 你也能跟着我的思路走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物 可以这么说吧 它是由一定的内容和形式组成起来的 能够给见上者美的感受的物品 或者说美的感受的作品 能不能这么说? 当然可以了呀 或者说它是艺术生产的成果或产品 是艺术家运用一定的物质媒介或艺术语言 通过什么什么写的 还可以是什么? 它 艺术作品 它的生产是一种精神生产 它旨在满足艺术作品 旨在满足人们的什么精神需要 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啊! 艺术作品是通过艺术创作过程 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物 艺术作品是古今中外艺术家 偶心沥血的天才创造物 都可以 明白吧? 你把你背下来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写上来 明白不? 敢于大胆下定义 你看它这说的是一定的物质媒介和艺术语言通过 你看这不是也就是我们刚才的艺术创作过程吗? 它无非是把我们的艺术创作过程给细化了 我刚才直接说的是什么? 艺术作品是通过艺术创作过程 而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过程 而创造出来的天才创造物 或者说艺术作品 我们刚才说的是整体 对不对? 你看它是什么? 运用一定的物质媒介和艺术语言 通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创作 是不是把我们整的东西拆开 对不对? 不管是你说整的 不管是你拆开说 都是一个思路 说明什么? 你都可以用 明白吧? 你看这种表达 你既可以像我一样 整的一句话带过艺术创作过程 你也可以分开 这具体看什么呢? 看你那一段 你想写多少呗? 明白不? 你这段就差那么两行字了 那我就扩开 我这段我想写少一点 我就说起来呗 灵活一点 你看 将头脑中形成的主课题 统一的审美意向物态化 这个是说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在说艺术传达的概念 对不对? 你看 你看 你想写的简单一点 你就把它都弄成什么 通过艺术创作过程 创造出来的 够了 你想写的 丰富一点 通过艺术构思 艺术创作 将头脑主课题统一的审美物态化 明白了吧? 明白语言是怎么 就是我之前说过很随意 能写很多 你既能缩又能放了吧 你想写少 你就把它笼统的说 你想写多 你就把它细化开 明白不? 不要再跟我说你根本写不出来东西 那是因为啥? 你没背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那是因为你只能背出来个艺术创作过程 你没背具体的艺术体验 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到底定义是什么 你只要你背下来 那你就是伸缩自如 你想缩你就缩 你就放一句 你想伸你就伸 你就写两号 明白不? 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切的技巧 一切的思路 一切的联系 在你背的基础上 你连传达在说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往开产呢? 明白不? 所以背书 不强调了 创造出来的什么? 审美奸赏的对象 这就是什么? 就写了吗? 对吧 在整个艺术生产过程中 你看 整个艺术生产过程中 它是什么呢? 它不就是我们的艺术系统吗? 你看这画 它变着说 它不就是那些东西吗? 背下来你也能写出来 明白吧? 艺术作品处于中心地位 中心环节 那可不就是中心地位 中心环节吗? 艺术作品在中间 对不对 然后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艺术家 对不对? 艺术家创造出来 它是指向的是他 然后 谁啊? 鉴赏者是不是欣赏他 对不对? 既是创作对象 又是什么? 审美对象 对不对? 这可不就是中心环节吗? 看到 一方面它是创造性劳动的产物 是艺术生产的产品 另一方面 它又是欣赏者 鉴赏技术 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它先把定义 给你摆上来 它处于中心环节 然后 后面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些东西 这不就 语言就阐述出来了吗? 这就是你必须 你要知道 它是在艺术系统当中的中间 明白不? 你如果不知道 它既是创作的指向对象 又是鉴上的指向对象 你背的不熟 你想不明白 那后面这句话 一方面又另一方面 你又从哪偷过来 往这上面写呢? 对不对? 你只能这些都是你背下来 然后理解了写出来的 明白不? 好 艺术作品的构成来看 你看 这不又是那些东西吗? 又给它下定义 这定义都是我们背过的 既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又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这儿的理性指的是思想性 不是客观精神说的那个感性 还是在线与表现的统一 能不能说 又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还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你想写什么写什么呗 那怎么就不是偶然和必然了呀? 那主人公的一些遭遇都是偶然的 背后的社会因素是必然的呀 那创作的人物形象都是个性化的 但是指向千千万万的社会生活中 都能找到这样的共性呀 怎么不就现象和本质了? 现象是这个小孩卖火柴的小女孩冻死了 本质是什么? 当时社会的这种苦难啊 对不对? 你想写什么写什么 只要你脑子里有这个东西 明白吧? 从艺术作品的结构来看 又可以划存为不同的层次 这是盆版自己特殊的地方 前面那两个你联系网版也能绰绰有余写出来 这个是他特殊的地方 也是我们这节课要学的东西 第一层是什么? 艺术语言 第二层是艺术形象 第三层是艺术艺运 由外到内的一个过程 我们首先来看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之前学过 回忆一下 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 看到吧? 任何艺术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 运用独特的物质媒介来进行艺术创作 从而使这门艺术具有什么? 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和艺术特征 明白吧? 所以你还记得吗? 每个不同的艺术种类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对不对? 那艺术作品的格调跟艺术作品的种类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没有对不对? 不能说你音乐你就是高格调 舞蹈就是低格调 不能这么说 明白不? 跟种类没有关系 但是格调本身它有什么? 高下雅俗之分 记得不? 然后它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深厚的传统功力 我给你标了个铃骨 一方面是什么? 创造性和创新性 没有背的赶紧背 这些独特的表现手 方式或手段 就叫做什么? 艺术语言 看到? 绘画有线条、色彩、构图 然后音乐是旋律 很好 和声体现的是什么? 空间感 对不对? 然后旋律是音乐的灵魂 对不对? 节奏体现的是什么? 时间感 是不是? 这个是在我们哪来的? 这个是在我们表情艺术里面的 电影是画面、声音、门太奇 门太奇就是什么? 门太奇就是剪辑 还记得吗? 分了好几个门太奇 好 艺术功能的语言 是不是我们刚才 艺术语言的功能说错了 是不是刚才就带你复习了 是不是还没看的时候已经复习了 因为之前就讲过这个 这节课主要是让你打开思路 明白吧 这节课主要是跟你在说思路 这些语言啊什么的功能啊什么 之前就讲过 之前只不过是网版的 现在是盆版的 你会发现它两个版本 但凡有相同的东西 比如说你也说了 艺术作品 我也说了艺术作品 其实他俩说的很像 明白不? 不一样的是什么 盆版把它分了三个层次 明白吧? 但它每个层次里面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艺术语言 为什么一样呢? 你放到哪儿艺术语言 不就是艺术语言呢? 对不对? 不能说在他这是艺术语言 在你那变脸 只不过他是给他分类不同了 明白不? 嗯 他是放到层次里说了 一个是放到层次里面去说了 盆版放到层次里面说了 王版是放到什么? 放到形式里面说了 明白吧? 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 不能你在家就是你 你去了学校就不是你了 不能这样 好吧 好 语言艺术 艺术语言 所以这些东西一样的东西 你就背一个就行了 明白不? 语言艺术 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 不但是创造艺术形象的什么 表现手段 而且本身也具有什么 审美价值 明白吧? 它本身也是有审美价值的 那些 比如说是那些村 那些 那些非白 非白书 什么的 它本身就有 那个价值 明白不? 好 人们在艺术艺术 活动中 不但欣赏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 同时也精心 欣赏经过精心构思 富有创造什么? 艺术语言 对不对? 好 艺术语言更重要的作品是什么? 创造艺术形象 对吧? 通过这些艺术语言 通过那些 一些 青铜啊 或者怎么样 最后指向的雕塑 它还是雕塑了一个怎样的思想者 雕塑了一个怎样的画像 画师啊 或者怎么样 对吧? 正是艺术语言 使得头脑中的 审美意向 怎么? 物态化 明白吧? 就物态化 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 对不对? 物态化为艺术形象 艺术语言的运用 对什么? 艺术形象 起直接作用 你看 你把它这些绝对的词 你记住 你可以下定义 我们之前是一直说了吗? 敢于下定义 但是我们下定义的 我们不是 不那么肯定吗? 我们用的都是一些 之一啊 或者怎么样 那对于 那对于这些直接的话呢 我们就也把它记下来 对不对? 对艺术形象 起着什么? 直接的作用 明白了吧? 由于艺术语言 它不但可以创造艺术形象 而且自身也有什么? 审美价值 所以各门内的艺术家们 都致力于什么? 艺术语言的创新和探索 明白了? 那这样通过这一个点 是不是 艺术语言 还能与什么结合在一起? 还能与艺术家们 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与艺术家结合在一起 艺术家想要去 让自己的艺术语言 有更新 有探索 那他们需要什么呢? 他们需要什么呢? 他们需要什么呢? 他们需要艺术教育啊 对不对? 他们还需要 艺术体验啊 比如说间接体验啊 间接体验 看看别人怎么弄的 对不对? 看看前人怎么弄的呀 你们感觉翻来覆去 就是那几个点 但是那几个点 它里有好多点 能跟别的都能联系在一起 对不对? 好,对啊 从这种意义上讲 艺术的创新 必然包括艺术语言的创新 除了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外 你看它的发展 从科技进步也有密切关系 那我们的第四章 艺术与科技 你们把这个重进去 科技的进步 科技的进步有利于 艺术语言的发展 对不对? 那你就想啊 以前的那些雕刻啊 什么的 那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是不是我们能雕的更细致了 更精致了 能雕的东西更多了 机器这种发展了 对不对? 好 然后艺术语言呢 一掌握的原因啊 就为什么说它难掌握呢? 因为每一门艺术语言 都有它自己的物质特征 和美学特征 你可能学着美术的 你就会你自己的 你可能不学音乐 你就不会音乐 明白了?是这么意思 因为它每一门种类 都有自己的 所以这也表明了 艺术语言的什么? 独特性 明白了吧? 要会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 艺术语言最灵活多样的 一种形式因素 形式因素 因为什么? 形式包含 结构和 艺术语言 所以说艺术语言是一种形式因素 明白吧? 它自身都潜在的 具有什么? 无穷变化的可能性 一会儿哭一会儿 诗一会儿 诗一会儿 非白一会儿 浓墨重墨 明白吧? 各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 多是艺术语言 分负性和 差异性的什么 根本原因 就有的艺术语言分负 比如说是 接触一定的物质材料啊 或者说表现方式不一样啊 比如说你画画 你有很多颜料 颜色啊 对不对? 它很分负 对不对? 很线条的变化 那你比如说是雕塑里面的话 其实雕塑 它雕一个什么样的形 它就是 所以说我们说 雕塑的形象 是不是比较单纯一些 我们在讲那个造型艺术的时候 这个是说过的 明白不? 雕塑的形象是 单纯 但不单一 回去看啊 然后 艺术形象 艺术语言 是外面的 对不对? 我们通过看艺术语言 其实艺术语言不就构成了艺术形象 对不对? 你看到了它的外部艺术语言 你进而一步 再往里头探 就是什么? 就是艺术语言构成的艺术形象呗 对吧? 艺术形象总是什么具体可感的 这个形象这个词 我们在整本书都见 在第一章就有形象性 对不对? 然后这个形象是从整体去把握的 对不对? 然后在艺术创作心理里面 艺术创 艺术家创作 第三节 第十章的第三节里面 我们是不是还学了什么? 形象思维对不对? 然后艺术作品它本身也就具有一个可感的形象 对不对? 然后我们鉴赏的对象是什么? 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 对不对? 形象它也存在于我们这本书的始终 艺术形象构成了什么? 你看它是客观与主观 内容语言形式 然后个性与公性 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的主要作用 你看这不是还是在我们说我们贝勒的吗? 那不是还是在说我们艺术创作过程当中贝勒的东西吗? 对不对? 你只要你贝下来 能它 你只要你贝下来知道它俩有联系 你把它铲开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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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一连的不就一段出来了吗? 这还很难吗? 写论书一点都不难 来 艺术形象构成了艺术作品的第二个层次 艺术形象把这句话要背回 艺术形象是艺术作品的核心 明白吗? 因为你创作是想创什么呢? 是想创形象 你在头脑中够的 你艺术家在头脑中够的 你最后物像化的都是什么? 都是形象为主的 明白吧? 它是艺术作品的核心 你看 没有艺术形象就没有艺术作品 艺术形象不仅具有具体颗感的形象性 而且需要什么?概括性 这种概括性是什么? 它既包含了社会生活的东西 还包含了艺术家个人的一些情感 对不对? 它先把定义给你下来 然后给你往开阐述 把广阔的生活 概括在形象之中 又具有情感性和思想性 为什么呢? 融入了艺术家的悲欢 你读它这些 不是让你真的在那读呢? 不仅在让你在那背 你还要学它怎么写 先给你下了定义 它具有这么形象性啊 这些样的性 然后这个性是从哪来的? 明白不? 你写论书也要这么写 懂了吧?大家 好吧 处处渗透着什么? 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和评价 你写也可以啊 先下定义再阐述 明白不? 在艺术形象还具有审美意义 当然具有审美意义 请艺术二字 一旦有艺术二字 它就具有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 明白不? 凝聚着艺术家 闪耀着艺术创作的光辉 能够给欣赏着美的感受 这话你不会说吗? 现在你背了那么多 你还不会说吗? 你当然会说 这句话特别好用 你哪想往哪放 往哪放 你换一个主语 你这换不要艺术形象了 你换成一个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就有审美意义 它凝聚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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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好 形象的分类 形象分类 还记得我们在学第五章的时候 我给你们分的那个类吗? 这不也类似于那个分类吗? 对不对? 视觉形象 那视觉形象就一定要占有一定的什么 一定要占有一定的空间啊 对不对? 占有空间你才能看到啊 它占不了空间 是时间性的 那就是变成了什么了? 是时间性的就变成了什么了? 就变成了听觉了呗 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化 那你能想到哪个呢? 能不能想到音乐啊? 对不对? 那视觉具有空间性的 你能想到什么呀? 是不是实用艺术和造型艺术都是啊? 因为实用艺术和造型艺术 都占据空间里啊 你雕塑啊圆灵啊绘画啊书法啊 哪个不占空间? 文学形象 文学形象是我们的什么呢? 文学 文学二字能想到什么呢? 语言艺术啊 对不对? 诗歌三文小说报告文啊 综合形象 对不对? 综合形象 什么就具有综合形象 那不就是综合艺术 具有综合形象吗? 对不对? 综合艺术有点啥来着? 戏曲 戏剧 戏曲 电影电视 记得不? 好 最后一个艺术艺术 你看到了形象 你就该品味了 明白不? 你看到了形象不就是让你过去了 你看到了形象 你就该透过这样的形象 观察到什么样的含义和意义了 艺术艺术啊 深长在作品内在的什么? 含义或意味 具有什么? 多异性 朦胧性和模糊性 多异性表现在哪呢? 一千个读者 一千个读者 对不对? 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 模糊性 就是你也说不明白 你看到的是A 他看到的是B 他看到的是C 你念要他看到 你非要他跟你一样看到B和C吗? 其实也不一样 每个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明白不? 言外之意啊 弦外之音啊 朦胧性 明白吧? 只可一会 不可言成 所以才召集了他的什么? 模糊性和文龙性吗? 需要什么? 反复领会 细心感悟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呢? 审美 升华 明白不? 它是艺术文艺 具有什么? 不朽魅力的根本原因 艺术艺运的内容 还蕴藏的什么? 文化含义和人文精神 应当在有限中体现出无限 偶然中体现的必然 那为什么就是这呢? 就是卖火拆的小女孩 背后是社会的一些怎样 个别中体现的普通 具有什么? 多异性和模糊性 人者见人 知者见智 明白吧? 是这么个意思 只可一回不可延传 此中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好 这个要记住 这个记啊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什么? 看着 艺术作品的层次构成中 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有前两个层次 就是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 你但凡是个艺术作品 你就必须得有 作为第三个层次的艺术艺运呢 则不是每个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的 有些偏重娱乐性或计时性的 就常常不存在 比如说是什么呢? 公笔花鸟画 就是它是一比一复刻的这种 你说它有什么艺术呢? 它其实就比较少一点 就是偏重什么? 计时的 偏重记录下来的 比如说一些娱乐的吧 比如说一些真人秀啊 或者说一些大型的闯关的 这些电视剧啊 或者什么的 你说它有什么艺术呢? 它也没什么深刻艺术的 明白吧? 就是说艺术艺 所以你能感受到什么? 艺术这个东西是不是层次很高啊? 那你能不能在写艺运的时候 和艺术家联系在一起 艺术艺运是艺术家一生的 毕生之追求 然后写艺运是如何如何好 那艺术家想要实现艺运 该怎么怎么办 对不对? 你就记住 一件艺术作品 它必须具有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 但是艺运这个东西 某些偏重娱乐性 功利性或即时性的作品 常常就不存在这一层次 明白了吧 四个层次 就是艺术作品分三个层次 分别是艺术语言 艺术形象和艺术艺运 艺术艺运里面它分四个层次 就是在物质材料之中 然后在它的形成构成之中 它的指称含义和什么文化意义 就是它这个层次也其实是有外到内的 你看 你这下来看自己看啊 咱说艺术的时候说过这个 我还特意那会儿讲的时候 给你特意讲了一下 第四个文化意义 咱们重复的就不说了 好补充 题材和素材的相同点 对这个是之前 还记得吧 艺术作品分为什么 再回忆一下 艺术作品分为内容和形式 内容分为什么 题材和主题 对不对 然后题材是从哪来的 题材是以素材为基础的 对不对 素材是什么 就是能激发起艺术家 创作欲望的一些实体东西 对不对 那它们是有相同点的 我们不看这一段话 你首先能明白一个相同点是什么 它是不是不管是题材还是素材 它都是从哪来的 从社会生活当中来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第十章的第一节 艺术家这一节当中 有这一章 这一节当中 有一个艺术家与社会生活 你这个一定要好好背 好不好 好 对素材的积累 到对素材的加工提炼 再到对素材进行取涉 形成艺术作品的题材 自始自终 你看 它都体现了艺术家的审美情趣 审美艺术事业和什么 艺术功力 你明白吧 题材的选取是真正进入 艺术创作的第一步 你把这个标志性的第一步 记下来 可可以写 对不对 可以说题材在某种意义上 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什么 你一定要看清楚 人家是 我跟你讲啊 这种绝对性的话 决定了什么什么 决定了什么什么 你要不就不要决决定了 你要决决定了 你一定要把后面的这个定位词都写下来 明白不 题材的意义是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形成方向 方向两个字 你一定不能就 你别搁这儿 你写一个是什么 题材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形成 天哪 那你的中心思想去哪了 明白不 所以说你一旦决决定的话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定位词给整明白了 明白不 可不是说我 我老是说了 被关键词就行 方向 方向不方向吧 我换个词 我换一个别的 我直接把它去了得了 不行哈 因为他前面是决定了 就是有这种 定定下来就是在说他的词 不能换换这个意义啊 你一改词 你跟他 你跟他说的就是两回事 你别以为你跟他说的还是一回事 好吧 你如果你直接把方向去了 那题材怎么能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形成呢 那艺术家的个人思想去哪了 那艺术作品的中心思想去哪了 对不对 他只能是方向啊 只能是方向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说绝对的话的时候要小心 是艺术作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那这话你随便说啊 关键因素 什么不是关键因素 什么都是关键因素 那题材啊素材啊 嗯 素材就有点太太浅了 那题材啊 中心思想啊 那形式啊 结构啊 你说关键因素可以吗 都可以 他四个哪个不是关键因素 对不对 一旦说决定了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啊 好 还有艺术作品的构成形态 结构形态 说错了 结构 我们之前一直不是跟大家说吗 美术作品的结构是什么 布局 结构 图 经营位置 明暗变化等等 对不对 然后那小说当中是什么呢 小说当中就是故事的编织 比如说倒序啊 插序啊或者怎么样 人物的设定 那电影里面不也就是最主要是什么 镜头和门太奇 门太奇就是剪辑呗 对吧 然后有组织的功能 又有表现形式 那音乐作品它是比较抽象的明白吧 是一种内容 你不在形式之中的 因为你直接能感受到就是音乐那种通缉力 对吧 音乐这种音乐啊 舞蹈它是直接抒情的艺术 记得不 使音乐语言各种按照一定的音乐逻辑啊什么的 这个下来自己看一看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吧 来 小小训练一下 对比 这节课我说了很多思路 你记下来你就记下来 你记不下来 你下了课自己再 开一个四倍速了 三倍速了 你再 听一下 然后写作训练有一个什么呢 对比 就是你在写A 我刚才说过 你写的时候 是不是先下了定义 然后往开铲 对不对 或者说你想写这个东西你想写的少一点 你就笼统一点 你想写的多一点 你就先把它大的铲小的 然后小的再铲开定义 对不对 之前都说了啊 有我们对应的业数PPT自己去发 还有一种什么 对比 就是我也想写这个 但是我后面会写的更多 我现在舍不得写这个 但是呢我又需要写一些东西 我该怎么呢 拉一个他的伙伴过来 你要写意境 对不对 你要阐述意境 但是呢 意境的有一些东西你想后面写 你就想一下 意境我能跟什么放一块 哎 抓个典型嘛 意境重重重这个重这个 以什么什么为主 典型则重这个重这个 以什么什么为主 然而 我写的还是意境 不能跟上点心跑了 然而意境怎么怎么好了 然后以下是我从几方面来阐述一下意境 明白不 对比这个东西 你在写论述当中 一定要用到 明白不 有一些概念 它很相近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 典型 你还记得典型和形象吗 对不对 这些记得吧 然后思想性和什么 情感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和可以对比的 然后格调 你写格调的时候你加一个品位 你本来想突出格调呢 你可以说格调是重什么什么 品位是什么什么 但是格调这个东西 它更可遇不可求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再回归到我们格调上来 写你想要突出的东西 明白不 所以说在这儿教大家一个写作训练是什么呢 对比 好吧 你在写论述当中 可以通过对比使你的文章 就是感觉你的思路跟很广阔吧 你就把文章切切实实的要写成一个什么 立体的文章 明白了吧 好 这就是这个训练 这个训练很简单 一些思路主要在我们今天的课上 说了很多思路 你下来一定要及时复盘 然后作业 上一节课的东西 理解手抄写或者word 明白不 全部东西 框架 框架是要默写的啊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有什么不懂的呢 及时来问 我们下节课见 好吧 赶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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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东西我说了三遍了 赶紧背 串奖的时候 别人一头五水 好 再见